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有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na 還有我們的袁醫生 袁醫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我們又收到一位聽眾朋友 叫做Rainbowland14的E-mail 還挺緊急的 不如我讀一讀的E-mail給大家聽聽 好 聽聽聽有什麼情況 其實這位聽眾朋友的爸爸 是一位已經有糖尿病 以及引致心臟病的患者 已經有30年了 過去也曾經做過一次的搭橋手術 而通波仔的手術也做過10次了 到去年情況越來越嚴重 醫生還說已經不能再做手術 來幫助病情 只能靠藥物來控制 而去年開始 他爸爸的身體開始急速衰退 到現在已經不停進出醫院 但是似乎這個病情 對他們的幫助 或者藥物的控制 一些辦法都幫不了 而且現在他爸爸 還有肺積碎和腫腫的情況出現 醫院亦沒有被他完全消腫 已經被他出院了 他現在連續到樓下吃早餐 都有問題 走幾步路都會出現氣喘 需要休息 經常都覺得很累 而且到晚上 又因為呼吸很困難 令到他很難入睡 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很無胃口 每天只吃少許的東西 就已經有個頂住的感覺 不可以再吃下去了 很想請教袁醫生 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到他 我很心急 這位聽眾 大家聽說他最熟悉的情況 我估計他應該年紀很大 他沒有說過病人的大概什麼年齡 我估計他應該是三十年的糖尿 應該都是六十多歲至少 至少 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在現時西方對抗性醫療所處理的糖尿病 在外國的報道說 通常糖尿病的病人 在被診斷糖尿病之後的十五年 都開始會出現器官上的破壞 例如腎碎蠍、手要截肢、心臟衰退等等 主要原因是 現時西方對抗性醫療處理的手法 多數都是處理病徵的 即是禁止症狀 他好像真正去治療病人的真正本質 你已經看到了 只不過是不斷地用一些 所謂的補獲式的方法 幫他通波仔 通了之後 接著又踏橋 這些全部都是很嚴重的手術 隨時都可能在手術過程都可能會死亡 現在聽他所聚術 他應該已經進入到 心臟已經衰竭的階段 心臟已經很疲累 崩血都崩不到 令到心肺的餛養方面 可以這樣說 功效已經很低 覺得好像不夠氧氣 還有肺可能會有積水 心臟可能又開始肥大 這種情況是緊急的 可以說是到病的尾期 在我們的醫療方面 當然我們會採用同類療法為主 因為同類療法的效果比較快 視乎他當時的症狀 也需要知道病人的整體 為什麼呢? 我稍後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在同類療法 我們看病人是看什麼的? 我們的體人是看整體性的 並不是單單考慮他的器官 哪個器官破壞 所以在這個情況 通常的採取方法 都是要了解整個病人的整體 當時的感受 他對病人的心理上的反應 我們現在很難有足夠的資料 可以說斷證來下藥給他 希望他了解 很明顯 我相信他一向只是看西醫 其實大部分病人 香港人都是這樣 全世界人都是這樣 看西醫一直這樣看 身體一直這樣差 雖然表面的症狀 是不斷地抑制的 但最終很快就出現這些 嚴重性的心臟衰竭 我希望他找一個 有充足經驗的醫生 通路療法醫生 和自然療法醫生 我覺得在他現在的情況 通路療法醫療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會先將他的心臟 症狀控制 有些療劑幫他的心肺 所以他的患療法醫生 最終我們都會知道 病人到底是在什麼階段 是多大延期 整體體質如何 遇到這些情況 其實大部分病人 都會去診所做一個測試 測試是量你的心跳的反應 變動 我們英文叫做 Heart Rate Variability Study 如果大家有機會上網 應該可以查到這些方面的資料 主要是用心跳的變動 來看你身體的自律神經系統的狀態 你知道了 我們身體的自律神經系統 有兩部分 一個是膠感神經 和一個是副膠感神經 這兩個神經系統 控制我們心肝皮肺腎的狀態 通常我們首先會做這個測試 看病人的體質還有多少 如果是發現體質已經很差很差 我們都心理大家有準備 我們未必一定救得到 如果有些人的體質還好 譬如根據這個 Heart Rate Variability Study 那個體質還好 我們就可以 那個復原機會會大很多 我覺得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真的很難 你現在已經是醫院西醫 都放棄了它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它發脆脆 找一個合資格的醫生 幫它跟進同類療法 和自形療法 是我們會用的工具 如果它需要的話 它可以早點做一些 我會盡快幫它跟進一下 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得到 知道 這位聽眾朋友 希望你也聽到 袁醫生的提示 如果你們是需要有些進一步的 可能幫你爸爸做一個評估 或者是想尋求這個 同類療法的醫治 都可以在我們網上 我們都post了有關 袁醫生的過往的資歷 還有他這個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資料 可以隨時聯絡袁醫生 好了 袁醫生 這次我們是否有另一個新的主題 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些資料 我估計應該在中國人社會裡 應該都未有機會接觸這麼多 雖然我過去也寫過一些簡單的文章 介紹同類療法的所謂每一種藥的人物質 我們叫同類療法的人物質 我們大家都看過小虎傳 小虎傳是很多的 形容108個好漢 好漢 他每一個人有他的性格 有他的特徵 不單是他身體的特徵 和他的性格方面 在同類療法 其實我們醫病主要是醫治人 我們手上是有千多種療劑 大大小小的療劑 有些我們叫做polycress polycress是比較大的療劑 polycress 就是說 我們認識這個療劑的資料 是不單是很全面的 我亦都了解 譬如這種療劑的人物 是有什麼體質 有什麼傾向有什麼病 還有最主要是他的性格 和精神狀態會如何 你看到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二病同治 同病二治 很多時候一個療劑 譬如是可以 不同型人的病 只不過 如果他的本質是相符的 相符這個療劑 這個療劑可以發揮 他的推動能力 令到我們身體的本質 加強我們本質的治癒力量 就可以克服很多種病 我們今天會同家分享 一個叫做 Athinicum Album Athinicum Album 其實是一種 由沙埃白沙埃 是一種劇毒 是的 在醫學上的名字叫 鑫 石字邊 一個鑫鑫的鑫 其實是一種劇毒 大家最近在傳媒方面 都有機會看到 現代的西醫 開始都認識了 其實很多癌症病人 到尾期都可以用 Athinicum Album 這個白沙埃 或者新的藥物去醫病 其實在同類療法 這種應用 在一個尾期的癌症病人 Athinicum Album 一直都有發揮過很多的功用 是否真的以毒攻毒呢 袁醫生 可以這樣說 同類療法 其實在中國人 比較接近的概念 就叫做以毒攻毒 雖然這樣說 其實不是全部都是以毒攻毒 因為大部分同類療法的療劑 是很多天然的草藥 天然的物質 其實大部分都不是毒藥 只不過有一部分 比如5% 是有些毒性的物質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同類療法的藥 是要經過多次的稀釋 稀釋到最後 真的入口的療劑 其實裡面是沒有物質 你走去任何的化驗室 全世界最精煉的化驗室 去發現 其實裡面沒有任何的成分 物質的成分 已經沒有了 你會說 其實我們在用的是什麼呢 可以這樣說 在現時的化學的科學方面去解釋 在藥物學的解釋 我們解釋不到的 但如果我們用一種 物理學的層面去看 有一個信息醫療 我們所謂的 Information Medicine 信息的醫療 或者頻率醫療 Bio Frequency的醫療 我們可以解釋到的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人的 在自然界的物質和人 都有它的頻率 簡單來說 譬如大家都認識過 譬如有些人會唱歌 聲音的音頻 可以將一個玻璃杯震爆 震懶 在那個物理學 我們叫做Resonance 即是一個產生共震 在共震之下 如果你的頻率 吻合物質 玻璃杯的頻率 就令到玻璃杯 產生一個很大的震盪 會自己爆裂 在美國 我們讀物理學 我們也看過一些片段 在美國 在Washington 曾經有一個吊橋 在大風吹動擺動之下 吊橋的擺動頻率 都是接近了 或者與橋本身的自然頻率 產生共震 於是成動橋 就散了 自己自圍地爆裂 如果大家也有機會 可能也聽過一下 我們去行橋的時候 我們操兵地行橋 通常這些兵 就不能用一個齊整的步伐 走過去 萬一你那個步伐的頻率 與橋的頻率 產生共震 那橋就會破壞 所以一個橋 通常大家就在地上 自己一個散步的方法 過這座橋 這個叫做頻率的方面 在同學療法 我們用這個現象 去企圖解釋 其實同學療法 是一種信息 是一種頻率的醫療 如果藥的頻率 與病者的頻率 符合 它就會將病者的能量 加強很多百倍 其實是一種信息的醫療 既然是一種無物質的療劑 來治療人 我們知道 人不是身體肉體的表症 很多時候 人有他的情緒 有他的精神狀態 還有他的性格 你要看看 為什麼這麼有趣 同學療法 是否像心理治療一樣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經驗 我們用同學療法 醫療很多心理的情義結 那種病 效果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講 就是講第一種療劑 就是Arsenicum Album 在學名上叫做 薪 其實是白山埃的意思 好了 你剛才也說了 會不會叫做以毒攻毒呢 同學療法 就說我們醫病 是有一個原則的 這個叫做同類相治的原則 即是說 我們去了解一種療法 我們早年就是看很多 例如毒藥的方面 我們會觀察 過去的食物中毒 或者吃了這種毒物之後的反應 大家知道 如果你是吃了生癌這種劇毒 你會有什麼症狀呢 當然這個劇毒在大劑量之下 會令你死亡 或者可以毒死你 在早年 在中世紀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聽到 很多的王室裡面 如果有些人 他們是不喜歡的人 他們就會在食物裡面下毒 是 也有一種說法 好像拿破崙 都好像是這樣 是種了生癌 被人慢性的生癌 是令到他死亡的 好了 當一個人吃了生癌之後 他們會有什麼表證出現呢 第一 他們就會開始發瘋 即是震驚 我們叫做 發瘋 發瘋 他們開始變得很焦慮 坐立不安 還有他們有一種感覺 他們好像快要死 即是他們已經死了 即是死亡 那種感覺 身體上可能會有一種 作嘔 作悶 或者嘔吐 和吐嚇 亦都是 在這種生癌中毒的情況之下 他們有一種痛楚 那種痛楚 通常是一種 一般人在生癌之後的中毒 那方面的症狀 那種症狀 好了 那生癌的重心 精神狀態的重心 就是 不安 即是不安 以及沒有安全感 即是要了解一個生癌的人 你會發現到 這個人是沒有安全感的 還有他做很多很多事情 都可以追究到 因為他沒有安全感 是令到他出現這些 精神狀態的表現 情緒的表現 以及他行為的表現 其實最主要最主要 就是他沒有安全感 好了 當你感覺到這個世界 整個世界都沒有安全感 不單是人際關係 工作 家庭 社會 可以說 所有的事情都令他沒有安全感 完全沒有安全感 這種形態 就像這樣 譬如一個小嬰兒 初初在母親的子宮裡 是很安全的 很保護 包住 包住 很暖的 體溫的水 這些東西 他所需要的東西 都在母親的屋裡 其實已經給了他 好了 突然間 這個小嬰兒 就要開始出生了 你可以想像中 在出生過程裡 他要經過一個很合宅的陰道 還有一個很溫暖的環境之下 他突然間感覺到 頭部有很大的壓力 是 是 一個很小的 很迫速的環境 要逐漸走出來 過去的溫暖 舒適 那些東西 完全是 可以這樣說 全都掉進去 突然間 他要爆出這個世界 所以看到一些光 和一個冷的空氣 還有可能那個醫生 把他拔出來 或者打他 這個情況 那個嬰兒突然間 出現一個很沒有安全感 這個這樣的社會 他當然會感覺到很驚慌 會哭 那樣 這個的感覺 就是一個 沙哀的人那種感覺 他是那種 突然間有一個很溫暖的 很有安全的 保護的環境 突然走出一個 這個世界好像充滿 陌生 陌生 還有很多威脅力 整個世界都好像是威脅他的 好了 他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會怎樣呢 他們的反應會想盡辦法 來保護自己 他們會想盡辦法 去保持自己 保護自己 那樣 這些人 生人 他一生的過程 都是想盡辦法 去尋求那些安全 OK 不單止 他們 他們所追求的東西 是需要security 不是金錢 不是那個 成功 或者權力 不是那個感情 他最重要的是security 這是他們的特質 嗯 好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任何的問題 他們會變成很依賴人 可能是很依賴他們的父母親 父母親 如果是生埋營的父母親 也會很依賴他們的小孩子 甚至乎夫婦的關係 你會發現他們很依賴他們的丈夫 或者很依賴他們的太太 他們的關係 人際關係 愛情關係 都是很需要依賴大家 因為他們需要人家的安全感 他們會想盡辦法 甚至去操縱別人 最終他也是想獲得安全感 好了 很明顯 你會看到 他們不單是經濟方面 需要安全 他也在情緒方面 他也需要有人依賴 可以這樣說 這是我們人生存的 survival的根源 我們需要溫暖 需要溫飽 需要有人陪伴 這個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生存 我們叫做 survival oriented 即是我們需要想盡辦法 去謀求生存 好了 他們會覺得這個世界 是一個很可怕的世界 充滿威脅力 他們怎樣去做 他們總之想盡辦法 就要成為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你會發現這些人 很多時候他們會很癡身 他們是很癡身的 我們在我們的病人裡面 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這些病人 會來到這個診所 便會求你 醫生 你一定要幫我 我有這些病 有這些不舒服 你一定要去幫助他 他可能經常打電話給你 就算你幫他診療症後 他會想盡辦法打電話給你 哎呀這個療劑還不可以 這個很差 他不斷有很多要求 他們總之 他就不斷地求你 暫時在這個面前哭 我記得我有一次遇到一個這樣的病人 他也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士 他來的時候 他就很焦慮 在他面前流了眼淚 他一個挺有成就的一個攝影師 但當他進入這個階段的時候 他整個人就很害怕 由他女朋友或太太陪伴他 他當時也是 你要救我 你不要離開我 如果你離開我 我便會死 他會想盡辦法 都是要求你幫他 我很記得這個是十幾年前 這個例子很明顯 當時我看過證明 這個是生癌症 生癌症 他的性格很出色 他會跪在那裡求你 很迷惑 當時我給了療劑 一吃了之後 翌日就馬上沒有事 這麼厲害 很記憶 幾年之後 兩三年之後 他又回來了 也是這樣 我怕他一次好了之後 他影子都不見了 然後兩三年之後 一二兩年之後 他又不斷重複這個問題出現 我看過這個案子 也是這樣 很有趣的 我以前問他 陪他來的女朋友 當時有沒有幫他 他說你吃了一吃肉 翌日就康復了 然後影子都沒有了 就沒有複診 什麼都沒有 然後又叉回的時候 他又來了 於是他又再給了療劑 很明顯 他也是這樣 一好了就影子都沒有了 生癌症的人 往往都會是這樣的 他會很癡身 而且很需要 擁有的 擁有大量的金錢 擁有的人 擁有物質 所以這些人的人 很多時候會發現 他們會很喜歡收藏的東西 先有安全感 他可能在池箱裡 不斷地存錢 或者他會買很多手飾 他認為所有東西 都會有價值的東西 甚至乎 儲存的火柴盒也好 總之 他們是很喜歡擁有物質的人 原來是這樣的情況 原來也有挺有趣的案例 醫生曾經都有 好了 還有這些人 因為他沒有安全感 如果你跟他拍拖也好 他永遠是不可以讓你離開他的事 沒有私人空間 他一定要在那裡 培择他 要在那裡 要在那裡 要看著你 他很怕一個人 因為很怕一個人 總之他們整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 我們知道 和療法 很癡身的療劑也很多 有一個療劑叫做 白頭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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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癡身的 但他癡身 因為他很愛情 很愛情 很愛情 他們癡身的原因 跟生癡的癡人的原因不同 生癡癡人是因為他不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 所以他癡身 Pulsatela癡癡人 因為他很有愛心 很薄愛 很需要愛的人 但他叫giving love 充滿情感充滿 這種癡身是有些不同的 跟生癡的癡身是不同的 原來都可以分開有不同的類型 同一個病症 同一個所謂的行為 就是那個affection 一個是out of insecurity 另外一個是因為他很充滿愛心 通常生癡癡的人 他喜歡一個人 他通常是喜歡一個人的錢 或者他的能力 或者他有一個很安全的工作 或者他有一個漂亮的屋 他會想盡辦法 操作這些人 所以這些人是佔有肉 很強很強的 好了 譬如有時候 譬如你問他借一些東西 好吧 好吧 他會借給你 但他借給你的目的 他會想 將來你有什麼可以借給我 借給他 還任性 是的 他見到你之後 他借了一個床頭給他用 他見到你 他都會寫下 我借給誰 什麼什麼 寫得很詳細 死怕會忘記 每次見到你之後 他都會說 這個人借過我什麼什麼 他見到你之後 他會提醒你 怎麼樣 很好 你上次的床頭 什麼時候還給我 他的心目中 永遠都是 記得你欠他什麼 是的 雖然那些人很可能 很富有 有錢人 但雖然有錢人很沽寒 真的很沽寒 很淪食 很蒜 可以蒜死草 我有一位朋友 他幫他小時候 跟他的兄弟 去一個鄰居 幫他打掃 兩兄弟 花了幾個小時 把整間屋 清潔起來 工作都整天 整天的 整天的 髒髒 然後那個女人 就跟他說 我現在給你一個床頭 讓你可以去買雪糕吃 當然他們兩兄弟 想著 哇 這麼會沽寒 應該想著 起碼給他五、十元 幫我做成人 生癌的人 就會不會這樣 他會欠你的小孩子 給你一點點錢 希望你做多多事情 其實這種人物 我們在我們片集裡 經常都會看到 小人物 這種人物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在這些片集 會看到 這些人很多時候 會令到 十元制的婚姻 是破壞的 因為他們很自私 他們總之 什麼都好 是為自己的 這樣 那他就 有時候 你跟他 友善 跟他們 交往 他都會很nice 也有時候 為你做一些事情 但他會願 會記住 你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還給他 嗯 或者是尋求一些回報 可能 沒錯 沙埃營的人 他們做事 永遠都希望 有些回報 好了 那麼 很多時候 我也都遇到 這些病人 他在醫病的時候 找你求醫的時候 他們說 你醫好我之後 我就會 原來介紹很多人給你 這些人 應該時不時會聽到 交換條件 我會捐一筆本行給你 這些人 我一聽到 這是生埃營的 我可能你幫我 醫好之後 他們已經不見到 真的不會兌現 開些空頭支票 當他們需要的時候 他們會想盡辦法 和你搭配 對你 但是 這是一種 自我中心最強的 一個療劑 嗯 他也可以說 是self-centered 是吧 他也是很自私的 他需要 不斷想辦法 去尋求 一個安全的環境 可以讓他生存 好了 那 當然 我們在一個 比較基本的需求 需要醫食足 但是 在現時的生埃 表達方法 就不只是醫食那麼簡單 他那時候 是一個很嚴謹的人 是 很吹無求疵的 你跟他外出 你見到他是多多要求的 吃餐飯也好 叫時應 有些特別的東西 是 即是很grabbing 你跟他拍拖 你出身外 他鬼影有些小便宜 他就一定拿到盡 所以他們的性格 我英文叫做facilius 其實就是催眸求疲 是 他也是有些潔癖 什麽都是 很怕困 很怕髒 很怕髒 乾乾乾淨淨 不可以髒 要差不多很完美 可以這樣說 他們有些潔癖的人 這種人很多時候會有潔癖的性格 有時候他發現 譬如有些地方髒了 他就睡不著覺 就像一個山埃形的病人 在臨死的病床那裡 如果看到床頭的照片 真的不正 都想弄回正 一定要弄回正 這麽厲害 我覺得很極端 即是他這種潔癖的情況 那些人 雖然我想說 他們比較沽寒 物質上很沽寒 但有時候他會買漂亮的衣服 為什麽會買漂亮的衣服 其實他買漂亮的衣服的主要原因 就是希望他的衣服是怎樣 會長久一點 是吧 即是不要 那麽快爛 是的 而且他也希望 我穿他漂亮的衣服 就是希望個人都喜歡 不要讓別人說他穿得不好 所以他會買些漂亮的衣服 不是因為他便宜 而因為他需要漂亮 長久一點 就變得值得買 所以對自己也頗有要求 是的 那很多時候 我相信大家有機會遇到這些人 嗯 好 首先謝謝袁醫生的分享 或者我們現在 有時會再回來 分享同類療法更多的知識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三個W.H-E-A-L-T-H-S-H-O-P-DOT-COM-DOT-H-K 我們又回來自然療法於你 剛才袁醫生跟我們解釋過 關於這個生癌的病人有什麼特徵 我都學會了 例如他會很沒安全感 很依賴人 佔有欲很強 有很多要求 又很黏身 又比較自私自利 而且還有一點潔癖 可能經常都要求很乾淨 部份像我 死路 很害怕 好像處女座 有部份 還有什麼佛精 有時候我要看看 背後的原因在哪裏 生癌型的行為 因為它缺乏安全 不安全 會出現 當然 這些人通常都很怕死 很明顯 他對健康方面 常常是疑病狂 無病心人 很害怕 有什麼症狀的時候 他會說 糟糕 這個是不是癌症 可以這樣說 生癌型的人 應用的地方 有些人對自己的健康 很焦慮 我叫做Anxiety About Health 對自己身體健康很焦慮 如果我遇到一個病人 出現這種症狀 我們便會用這個 譬如有些腸胃不適 消化不好 他會說 哎呀 我有腸炎 有結腸炎 害怕這件事 如果有些頭痛 哎呀 我腦生扭 他永遠會想到 這些是最極端的病徵 所以當遇到有病的時候 他便會看醫生 東體 西體 一個一個 什麼醫生 看幾個醫生 醫生永遠給不到 他足夠的答案 他便可以叫做Dr.Hopping 通常是跟醫生討論 哎呀 你醫好我 我會額外給你多些錢 他便會這樣做 有時候 他深刻要找你 他便會想盡辦法找到你的電話 這麼厲害 他便會打電話來找你 所以他終於 這些人便會這樣 遇到他們的病情上 那種有些任何的病 他們的身體便會這樣 有時候可能他看到一些報道 說一下有些媒體 聚屬一些血糖低 我又是有血糖低 或者有些病 肌肉萎縮症 他便以為自己去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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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沒空 是的 遇到這些情況之後 他會對這個病 想盡辦法去做 有時候發現 心灰意難 哎呀 死了這些病 我已經死了 醫不好的了 不論怎樣也好 你怎樣去安慰他 他都會覺得自己是 有這些病 其實可能只是一個感冒 很簡單的感冒 他便會說不行不行 我就發現我要死了 如果我們遇到一個病人 即是一個普通感冒 但他的心境表達出來 好像已經很害怕 很大件事 很大件事 這個病原來我不行了 我快要死了 很不安 我們稱為很Restless 即是坐立不安 這些這樣的症型 或者覺得有種略熱的不適 略熱的感覺 很不安 很怕冷 這種症型的人 要在感冒那種感覺 我便會用這種感冒的藥 搞定它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醫病的選擇 其實不是要看他什麼病 那麼簡單 我要看那個人 那個是什麼人的性格 我有時候是根據他的性格 去幫他尋找他那些藥物 這些人當然是很怕死的 有些病人是很怕死的 有些小小病都會是這樣的 那麼其實呢 我爸爸在生氣的時候 我爸爸活到差不多100歲 差兩個月後 100歲是無病而終的 我記憶之中 有時候他有些小小病 他很緊張 他打電話給我 哎呀 我有些尖寒尖寒 我背上有些不舒服的東西 很緊張 那麼我幾次 我就用沙哀 他就被他搞定 是嗎 就可以 就可以治到他的不安 哦 其實他是一種很焦慮的感覺 他覺得身體總是有點不舒服 其實不是真的有什麼病 其實可能有 但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所謂 這種精神狀態表達到 很害怕 很不舒服 好像快死 打電話來要求你 快去幫忙 這是一種生癌型的狀態 嗯 當然每個人都有機會 進入生癌型的狀態 嗯 譬如有些人吃錯東西 吃錯食物 食物中毒 說下窩度就快死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都很被生癌 他可能整體性格 未必是 沒錯 他不是平時 不是一個很保安的人 但當他進入這樣的狀態 他就好像很不安 就快死了 就算可能是食物中毒出現也好 他都可以用生癌 還有一個情況 我們經常用生癌 就是臨終的病人 很明顯 臨終的病人 他都自己覺得很擔心 自己快死了 他都虛缺了 沒有力了 這個也是生癌症狀的人 都會給他吃這個療劑 是的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種情緒的行為 他需要人陪伴 病時需要人陪伴 但有不同的形狀的人 對病時的要求會不同 生癌症狀的人很需要人陪伴 需要人陪伴他 也會陪伴 也有病症狀的人 譬如Ignatia 和Negma 現癌的人 有病時他不想人陪伴 你走開 你不要煩我 你走開 石叢營的 癌症狀的人 都想人陪伴 但他不想你在身邊 他想你隔壁房間陪伴 就足夠了 石叢營的人 需要人陪伴 原來他就會這樣 但生癌營的人 在隔壁 一定要在隔壁 一定要在隔壁 癌症狀 否則他會覺得很不安 甚至乎他病時 他先生要上班 他也不想他上班 那種緊張 或者他會到處打電話找人 找人陪伴 走或者出街去找人聊天 甚至乎派一個人在家 開著電視機 當然很多人都會有開著電視機的習慣 但你最重要的了解 他做這件事的行為是怎樣 所以那些人很怕黑 很怕有賊路 很怕有些不好的事情會發生 有很多世界末日 所以那些人是有很多恐懼的 很多恐懼的 好了 在不同的階段 到了美琪的階段 他們就不喜歡 譬如石松營的人 到美琪 他們就不喜歡去見人 但是沙埃營的人 到美琪的時候 他對很多人都覺得是不信任的 經常會覺得有人是去謀他 算謀他 或者要對他不利 我們發現很多時候 老人家 到最後很多時候會出現這樣的症狀 有些人是謀他家產也好 他很不安 我相信大家都會一直這樣聽 都會想到他身邊的人 或者親戚朋友 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好了 在美琪的階段 他不會坐在家裡 他會出門去找人 去餐廳 或者去咖啡店 去找人去聊天 或者去咖啡店 這些行為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他會走來走去 騰騰鎮 這樣 這個也是生哀型 病人的特徵 病的生氣 那種行為 所以 我們遇到這種型的人 我們會看到他很不安 騰騰鎮 不單止情緒 和精神上 他也是很不安 他坐不定 他已經是這樣的 你做什麼都很安慰他 他都不會 吃不到 睡不到 總之是沒有一件事 他做得到 那樣 而現在 在我們同學療法的古書 形容生哀症的時候 譬如他有發燒的時候 他在床上 你會發現 他在床上 他轉轉反側 有時候 就拿一張皮蓋住他 有時候 那張皮蓋住他 又踢開他 總之 你會看到他 睡著又不是 坐著又不是 例如起床 坐著又轉另一張椅 總之 或是在房間 走來走去 走去 你會知道 這種人在發燒的時候 就會有這種症狀出現 很不安慰 即使有些十分仔都會 所以 有些人問 我們發燒有什麼藥呢 我們很多時候 視乎他的正形 是 如果一個十分仔 或者一個大人 發燒的時候 出現這種正形 走來走去 要人陪 或者要給他一點水 去喝 他喝水 他就小口小口 喝點軟水 經常要求人在這裏 這種發燒 我會用生哀去醫 這種正形的發燒 好了 生哀人有很多焦慮 他焦慮有時候 不是為自己的病 很多時候 他會為子女 為家人都會焦慮 但是他的目的 有些不同 譬如有些 父母愛子女 當然都會愛十分仔 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很多時候 生哀人的父母 他愛十分仔 其實有很多 是基於很多 自私的因素 為什麼他愛他們 因為他需要他們 他需要十分仔陪伴他們 他需要一個十分仔 放進去照顧他們 即是他們 他們愛的十分仔 那個 那個 有目的 目的 是這樣的 譬如有時候 你看到一對夫婦 每當一個老公 就成為他出差 要飛去出差 每次出差的時候 那個太太很緊張 他很擔心那個先生 他擔心的原因 就是他擔心 萬一有意外發生 那就沒有人照顧他自己 自己 孤獨中老 即是沒有人照顧他新計 沒有人來樓 沒有人幫他拿錢 OK 即是他那種 那種焦慮 那種為家人擔心 那種原因是為自己 都是為自己 明白 可能這兩對夫婦 平時經常吵吵吵吵 根本不是一個相愛的夫妻 但當一個先生出差 他就會很害怕 因為他擔心自己 他真的很沒有安全感 萬一有些事情發生在先生身上 他就會很緊張 所以當我們跟病人談談 拿資料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他會說 我很擔心人的 我很擔心家人的 我很討厭老公出差 那你要多問一句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就會說出來 如果你問一句 原因是自己 當然有時候 不會直接這樣說給你聽 但你在子女行間 你會聽到 其實他擔心別人的原因 是因為他擔心自己 失落了這個依靠 而導致他擔心 他很疼父母 其實他的感情和愛 其實出於自己的自私自利 譬如有時候 你遇到一個生家人 看見一隻狗 被車車車親 他會怎樣 他不會說 哎呀這隻狗很慘 他會想想 萬一我車車親會怎樣 即是想到自己 即是想到自己 即是即時的反應 他會馬上走回房子 他對這隻狗 其實一點都沒有什麼愛心 嗯 很多時候 譬如有人問 譬如你這樣 你需要錢 你問他 他會說 哎呀 我可不可以給我一點錢 我要去搭車 他會說 這是你的問題 我當然有問題 大家 即是他的反應 是你的問題不關我的事 你的問題不關我的事 客人也有問題 他們就是這樣 即是他們的答覆通常會是這樣 即是沒有什麼情心和理心 沒錯 即是他們整個症狀 整個精神狀態 都是出現 沒有安全感而出現的 嗯 好了 剛才所說是身體的症狀 但還有一個是肉體的症狀 當一個生癌人病的時候 他身體往往會出現一個症狀 一種燒灼的 灼熱的那種感覺 剛才 如醫生有提感 譬如他 即是他肚瀉也好 什麼病也好 他身體不安的時候 你說為什麼不舒服 他會告訴你 我肚瀉也好熱的 或者我肚瀉也好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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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多時候發現 是一種被灼傷的人 比如燒傷的人 如果燒傷了之後 他人很不安 哭 很害怕 這種情況之後 生癌也是一個常用的藥 有時候 你看看 生癌的症狀是對的 當然很明顯 如果皮膚燒傷 可能那種灼熱的感覺還在 然後精神的表達 就很緊張 不知道怎麼辦 很多時候 生癌可以用在皮膚的問題 在這方面都可以 所以不只是看整體性 有時候看行為表現 都可以知道他是哪一類人 沒錯 我曾經說 如果他不舒服的時候 他會形容那種不適的症狀 是長短的不安的 但他人的本質 又會是怎樣呢 他是怕冷怕熱的 生癌人整體來說 通常都是怕冷的 怕冷的 雖然他的感覺 是像宵夜的感覺 但他整體的人是怕冷的 當他胃不舒服的時候 他會依舊喝點葉水 小口小口喝的 就是這樣喝的 不會大膽大膽這樣喝的 另外一個字 我們是叫做 vulnerable 很vulnerable 是 還有一種defenseless 好像手無串鐵 在這麽空殘的社會裏面 他感覺自己很容易受攻擊 很無助 很無助 這種這樣的心態 他覺得整個世界都是充滿威脅力的 他便會想盡辦法 是儲蓄的糧食 儲蓄的儲備 來保護他自己 嗯 保護意識都很強 沒錯 好了 好了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近代 很多人很著重身體 他們買很多營養素 看很多書 尤其我們叫做 New Age 的那班人 其實我們都看到很多生涯型 是啊 他們會很緊張身體 去洗腸 去排毒 去東學西學 其實整個最後的動力 都是因為自己怕死 沒有安全感 覺得這個地球充滿敵意 他會想辦法去幫助自己 我們很多時候遇到 現在很多人 有些人知道 對身體的感受 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有些人很緊張 很緊張 是 少少就已經很大件事 有時候你見到 一些人在這種行為 很緊張身體 做很多事情去幫助自己身體 聽到一些什麼方法 營養素的意思 有時候你發現 其實根源是一個生涯型 要用生涯的療劑 幫他處理之後 他這種狂熱的追求 就會減退 就會減低 嗯 好了 人際關係 大家都說過 可能都挺疏離 男女關係 其實他們都 可能會很癡身 會很愛惜你 但出於基礎 我都是因為他 就是 要利用你 因為利用你 是需要你 而去做的 而那個Pulser Teller 那個白頭翁那個型 那種人 就不是的 因為真的很愛惜人 很 generous 會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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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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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很适合计手 那个型的鼻尖尖尖尖 那些人虽然很有钱 但是你知道 他也是剥手 刮你刮你 不断的 有时看到骚髒的人 就会洗手 如果发现有什么菌 他会戴口罩 戴癢 消毒纸巾 会经常这样做 还有生癌的人 是不能够捱不得的 很怕痛 有时有点痛 哇 他的反应很大 很大 10分钟的时候 你会看到咳咳了一点 哇 他的反应很强烈 好像快要死 你可能受了一点伤 跌倒 可能由1至10 他可能受到1至2 但他的反应就像7至8 扩大了痛苦 是的 他很怕受苦 很多时候他们怕 有时你问他 哎 个人也要死 人生必经 他说不要紧 死不紧 但我最怕受苦 千万不要令他们痛苦 嗯 嗯 那好吧 那生癌型的人 都是我曾经所说 他有什么事起来 就很紧张 有点不舒服 找专家 一个专家 一个专家 总之呢 这个专家所说的东西 都不能够令他安心 嗯 他会找另一个专家 验心电图 有些事去验身 抓好身去验的 有时你会遇到这些病人 你知道很大机会 这是生癌型的人 好了 其实每一个人 是有不同的阶段的病 是 早期那些生癌 我们叫做 身体的症状会更多 很多人有畅异那种感觉 或者他不舒服的时候 他喜欢喝水 嘀嘀嘀嘀嘀的喝 不是大胆大胆的一次过喝完 你会看到很会 herramientas까& Ha' 这个是早期的 病静的症状 那还有一个有很特有的症状 他们通常病症 在5寸 即是 起到6小时 比如11点到15点 或是 11点到2点 或是 在19点 邀apped 那症状会特别严重 那么很多时 我们会知道 有 людей 比如是 哮喘 乕喘见 Principal 其实很 很多人 很合乎沙哀的 你想像你敲喘的时候 你不能呼气 你不能呼气的时候 你当然会 好像会 会快死 一个人很焦虑 好像就快死 窒息而死 如果你发现 如果一个人是有敲喘 而敲喘 他发作的时间 通常是Midnight 近乎五间十二点钟 围绕那个时间 你也发现 当他一敲喘的时候 他不是在这里不动 他很不安 谈认真 然后坐立不安 走来走去 拿着一杯滚水 一会儿喝一会儿喝 这个一看 就是沙哀型的人 你给这个疗疗 有百分之九十机会 可以帮得到他 好了 那些人就是 他做一个证营 就是他那种病征 有周期性 我叫periodicity 就是他有时候 是反反复复 发烧也是的 可能离开离开离开 我知道有什么病 是会这样的症状 就是那个 那个malaria 那个药疾病 药疾病会有发冷发炎症 是 他一段时间就好了 然后又出汗 又飙汗 又发冷发炎 那很多时候 那个malaria 通常有些人用金鸡鸽上去医 是 但如果你遇到这个症状 也发现这个病人很紧张 很害怕痴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其实他平时的生活是很自私自利的 他人的面型 瘦瘦瘦 面窄窄 你可以考虑用那个 那个 那个 生癌 去医那个malaria 药疾病 就不用用金鸡鸡鸡鸡 现在传统医疗 是用金鸡鸡鸡鸡 是 好了 其实最有机会 我们遇到的症状 是用生癌的 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 那些情绪 焦虑 在我应用方面 我发现 在食物中毒的方面 是比较常见的 果然 有时候你说 那些人的性格不是 很开朗 很开心 很普通的 那是不是不可以用生癌呢 不是 大家一定要了解 这个状态 有时候 一个人的整体状态 是生癌型的状态 但有时候 某个病出现的时候 他就进入生癌型的状态 我们最有机会遇到 需要吃生癌 当他食物中毒 吃多一些 可能那些 污脆的 蔬菜 水果 是 吃了士多啤梨 有点霉的 不小心吃了之后 吐舌得很厉害了 这些食物中毒这方面 这个是 是生癌型的 所以我觉得 一般人 拿着生癌 最主要是 它应用的是 烤喘 是 午间烤喘出现的时候 这个生癌很有帮助 还有 食物中毒 我自己记得 我有一次 是 半夜生间 起床 感觉人们 很想作呕作梦 我知道 晚上吃了一些食物不妥的 是 我觉得 怎样算好呢 那种症状就是 想呕又呕不到 你感觉上 如果我呕得到 就会很舒服的 是 于是 我便吃了一副 Nuxvomica Nuxvomica 肚射了 其实很明显是食物中毒的 第一个症状呢 我用Nuxvomica 清掉它 一剂就完成了 立刻不够 不够两分钟就消失了 OK 接着我就肚射了 我知道呢 我需要吃沙哀的 那我再吃一副沙哀 都不够五分钟就消失了 然后肚射都不再射 有时也很奇怪 对不对 很明显是食物中毒 很明显是食物中毒的 是 所以你想吐 只是吐 还是你心想吐 萝將生的 因为吐了 desirable 你为什么 吃沙哀以后 之后也不用吐呢 那会去到哪里呢 是 是的 或者有时候 有时很不甘思议 是的 有没有以前的 没有听过 在自然医療的角度 您想喝多些水 thereby混合它 靠水 先认为,这些水 很舒服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很神奇 你自己有机会经历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是不合适的 我经常问自己 到底肚子里面的脏子去了哪里 是不是还在呢 其实很明显还在 为什么我完全没有症状 完全好人一个精神全都舒服 完全没有事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但生癌症还有一个症状 除了他觉得身体的病 是很不回事 很担心 全世界去找医生医 是 如果他经济上做得到的话 他会做这件事 而且他做的症状 很怕被人中毒 毒害他 我常怕谋害他 这个案子很刺激 因为我在大学有一个同学 他有这种情绪和精神病 他经常要洗手 经常怕被人传染他 有一次我回到大学 跟他聚会 聚会 然后认识他 原来他有这种病 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已经说了十年前 接着我们有电子来往 他聚会 他聚会 我现在是做保责社的 我听见这个病人有这种病 我问我会不会传染他 我说这病不会传染的 你不用担心 他经常怕被人传染病 很明显 他要医治他 我就不小心了 其实很明显 他是生癌型的人 我说不要紧 我给你治疗 这是生癌型 他就更害怕 1M 他就死都不肯吃 更害怕 我心想 如果你吃了 你会痊愈的 但当时我想不起 因为生癌型的人 你给他療剂 你解释给他 这个生癌 稀释了很久 很多百万分之一 几万分之一 是没有物质的 他们不会接受 他总是觉得 是一种毒药 结果我这个同学 没有办法医治他 因为他不肯吃 因为你告诉了真相 我远远远寄了 尿剂给他 我发现 生癌型的人 就是这样 有时候 你不能全都给他 你总之解释给他 你吃了 吃了之后 会令你很快 会好 你千万不要跟他说 吃了之后 可能有好转反应 可能先叉后好 他就不会吃 生癌型的人 往往会 你会发现到 这种情况 当然 到生癌 到尾期的时候 生癌型的人 会消瘦 骨瘦如柴 他人会衰竭 可以说是死的 即是弱弱 软弱 可以说 很多时候 病人到尾期 不论他是癌症也好 都会出现这种症犌 这种情况之后 你可以给生癌 不是说生癌可以救回他 因为始终我也解释了 谁都好 到这样一刻 你都要去 包括我自己的爹年 他都差不多一百岁 没有质疑中 他都会去 但有时候 我们会在临终的病人 遇到这样的 很焦虑 很不安 很不想离开 你希望他能够 安长一些 你也会用这种療剂 一种很高分能的生癌型 令他安长而离开 这个世上 这个就是我们生癌型的療剂 那种人物的性格 大家一相信 听了之后 一定会想到 新职朋友里面 一定会有这种癌的人 立刻有个列列在腦中 在这个列列上 是的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今集也很有趣 可以认识其中一种同类療法 就是生癌型的病人有什么特征 或者是治疗方法 好了 今集就差不多了 我们要和大家说 拜拜 留言医生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療法 同类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